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想是一波接一波 上次我们其实看到 包括针对像游锡坤 苏贞昌 还有吴钊燮 这些都是已经被列为制裁黑名单当中了 这次看到就一共有七个人 包括还有林飞凡 全交华 还有柯建民 王定宇等 这次为什么在这个时候 做这样的开闸动作呢 老师 对个人的制裁 这是美国是一个主视野 美国很喜欢对于他不喜欢的人 就施予制裁 你看俄罗斯有很多人就被制裁 还有就是美国只要碰到他的政敌 或是他的不喜欢的敌国 他就制裁 那个制裁有效 所以美国就创了很多的先例 因此很多国家就向美国来学习取经 那现在台独的这几个人被宣布制裁了以后 当然要选举人来讲 他们会比他麻烦一点 因为他要选举嘛 选举他背后就有金主 而这些金主他本身就会考虑说 如果我跟大陆会有事业来往 或者是我跟哪一些国家的企业 而那些企业跟大陆有很密切的事业关系 那这些金主他就会考虑再三 我要不要支持你 那这个对于选举的人来说就有影响了 就有压力了 像王定宇他就一定会有影响嘛 那王定宇也一定会利用这个机会来去操作 说我很骄傲 我很光荣 他们一定会这样操作 是 我放在名单上了 对 他们一定会这样操作 但是因为这个制裁本身不只是对个人 还有对他的直系亲属 那所以对于大陆也好 香港 澳门这几个地方都是不能去了 对 因为这个旅行的限制是制裁的第一步 那第二步呢 那就是对于这个相关企业 只要跟他有关的 有合作的 或是他的小孩服务的公司 或者是从事的工作 只要可能会跟大陆有关的话 那通常都会列为制裁的范围 或者是即使他没有宣布 但是很多企业他会思考说 那我要不要聘你 我要不要用你 例如说假设我今天是头顾 我在香港 例如说我是高盛好了 我在香港或者我在大陆 我有很大的事业 然后你刚好他的小孩就是学这个的 然后在我的集团里面工作 我就要考虑我要不要用他 因为用他对我来讲 可能就很大的不便利 他可能对于他的孩子 直系清楚他就不敢用了 他就有顾忌了 对会有顾忌 那当然还有一些企业 如果说假设他们有投资哪一些企业 那那些企业刚好是在于中国大陆 各个地方他是有投资的 那很有可能会被冻结 那这些通常都会对他构成压力 当然这些人他们在对外的时候 他一定会表现出他很骄傲 他很光荣 但是他内底下他自己知道 他有多少损失 他很清楚 所以您可以看他一定是两面来表现 那这个很自然 我们也可以想理所当然 他们一定是我被制裁 所以我很骄傲 很骄傲 但是心里面应该是觉得 他会不安的 他还有个不安的地方是在未来 如果按照美国的一些分析家 他们所估计的 有人说十年以后两岸同一了 有人说五年以后两岸同一了 还有人说两年绝对不会 但是两年以后就不一定 这是美国国防部秘密 他不是评估 说二十四个月内绝对不会 可是美国的情报官员说 十八个月 那如果说一旦假设了大陆用武力的方法 就是非和平的方法来解决的话 那这些人他必须要在第一时间内 想方设法逃到海外去 可是问题是他逃的国家也要很有选择 也就是这些国家要有足够的压力 还有足够的理想性能够匹复他 因为有一些国家 他在现在的时候 他可以很有理想性 可是一旦两岸真的统一了 然后有很多国家他就会出卖人 美国就是这个最典型的例子 所以你的意思说就算逃到美国也不安全吗 如果说在未来美国觉得你已经统一了 而且我在国际间很多的事情要跟你合作 那个时候可能就会有不一样的结果 那个时候他说我要引渡谁 那他就摸摸鼻子还是把引渡回去吧 因为反正他也无关紧要了 因为用完了就可以丢嘛 你看阿富汗撤军的时候 有多少人在机场 当初那些人都是帮美军做事 而且很多人美国有给承诺 有给承诺说 我走的时候一定DP把你带走 而且连你的妻子孩子都带走 结果你看到时候美国一走以后半夜走 然后那些人都留下来 那些人焦虑恐慌 孩子都带到机场去了 结果一看全部都不能上飞机 这个就是我们看到了 当然这些人以现在 现在他一定会跟你说 没问题的 我很勇敢 我是勇士 可是在未来就不一定了 好 我不 바� sal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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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